好 回到台灣來 看到計程車司機兼任導遊 一個月的商機可能有上千萬元 要搶這塊大餅呢 小黃車隊還自製短片 就學那個旅遊節目主持人的口音啊 來介紹景點啊 還有業者在車上面強力播送這些的影片啊 沖上了兩成以上的商機 這裡是東山河邊的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每天有兩場傳統戲曲演出哦 今天這一場是台灣蝙蝠祥 不是 是台灣藝俠廖天丁的故事 趣味台式配音再加上神動畫面 還請來女主持人增添看頭 這旅遊節目是不是有點耳熟啊 日上最猛一萬五千一池高空跳傘 還要變成科學小飛夾 坐高速噴測氣頂哦 這條老街有這裡還有傳說中的 甘媽店哦 怎麼在街上就表演起拉麵來啦 原來是做糖蔥啦 別說可能以為這是旅遊節目 旁白哥阿松的山寨版 原來這是車隊為了搶小黃導遊商機 特別致自的宣傳影片 旁白跟旅遊節目主持人 阿松台式口音 介紹的台灣景點 聲音語調還真的有點像 小黃車隊大張旗鼓製作影片為的就是要稀客上門 各家車隊不只提供載客服務 小黃司機帶團各家拼得胸 乾脆做起旅遊景點影片來 而且還不只有一家 你好我是Sandy 今天就由我來為你服務 到處帶你爬爬罩 當你一日導遊身兼司機 一趟下來8小時3500元 忘記最多一個月能跑到21趟 73500元立刻進帳 商機無限大讓另一家知名車隊 也開始在平板電腦上播放自製旅遊影片 雖然是陽春版但在計程車上 強力播送也充了兩成以上的業績 算算全台預估有上百位司機導遊 一個月至少能創造千萬元商機 也難怪業者卯足進出新招 搶食這塊大餅 中天室王成為邱靖靖英台北採訪到